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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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一位建議家 我是一元 今天要介紹的這位 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前輩 他是台灣最大歷史最悠久的 廣告公司 聯廣集團的CEO 同時也是小男孩樂團的吉他手 昌哥 就讓我們來看看昌哥 他有什麼樣的吉他 和他們背後的音樂故事 Let's get it 昌哥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宜盛兄 我們上次是好像在校園的時候 應該也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跑好多校園 跑好多校園 然後就是很常很常在面 很決心 對對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提出邀約 就是也拍攝了邀約這樣 我馬上覺得好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Challage 是在那個海季 聽我在台下 聽我在台下 哇 台灣有這麼屌的團 哇 尬 沒想到後來真的認識了 太開心 太開心 因為我其實第一次聽到小男孩的時候 就是我們好像有一次 忘記在哪裡練團 然後反正那邊的人說 欸 剛剛上一個團 我們開馬薩拉地來練團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哇 真的假的 他說對 他們哇 很讚喔 就是那種用的Gashy什麼 都哇 然後我們就說 哇 真的假的 有團開馬薩拉地來練團 到底是誰 後來我就說 輾轉得只是小男孩樂團這樣 然後我 全部都租的 那三四百全部租 對 對 對 我就對這件事情 意向超深刻 然後我去一些熱炒店吃飯的時候 那個都會有那個電子 電子看板 對 電子看板 然後就都是放小男孩的音樂 然後我就哇 這團很讚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就 又很常在校園遇到 然後就認識了這樣 好 我們今天就來看 那個傳說中該馬薩拉地的 他們會猶有什麼琴 我們來介紹 唱歌的第一把琴這樣 好啊 好 第一把琴 第一把琴就是這個 哇 超級帥的 綠色的 叫做VeliR 它是一把五格電子彈 比小提琴還蠻難 因為這麼差 沒有 就開玩笑 這個是我的第一把琴 看起來真的是五格啊 你看這個弦 對 我剛剛你拿出來的時候 我也以為是五格的 對啊 我以前學生的時候 要去買第一把琴去夜企航 那我也是很土 我真的真的 誰這麼厲害的彈那五格的吉他 原來才知道它是一個保護的 喔 它是保護的 對 它是一個保護的 這是一個條 那到現在我都一直把它保護好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原裝的 從來都沒有動過 都沒有動過 到現在狀況還是非常的好 對 那以前在買第一把琴的時候 因為學生都在外住宿舍 不知道要買什麼琴 然後它陷入這種思考 欸 到底要很便宜的買一把爛琴 技術好了再去買好一點 還是一開始要買好一點 去享受這個結果 然後你的技術才會更好 對 真的 當然是以預算來說 就是買一個比較普通的好的 但是你可能手也是彈得很痛 不會有成就感就丟掉了 對 所以我就去逛那個 那時候叫做海國樂器 海國 對 它那個大得不得了 那邊的老師啊 還有店員都好專業喔 對 然後他們就說 哇靠 我告訴你一個有一把琴 超值又便宜又好 你絕對不會後悔的 結果這個 在那個櫥櫃裡面 然後還要打開的 上鎖的時候 喔這個 你看它有一點點漆掉 所以我們賣你要特別便宜 然後那個店員就開始試彈 我說哇這這麼好聽 他說多少錢 他說喔大特價給你4萬多就好了 我就說哇糟糕 4萬多怎麼辦呢 然後我回去先入常考 他說喔沒有其他都要賣6萬8萬的喔 然後這個4萬多 對 那常考以後我就好吧 就跟室友解決 就開始陷入這個無止境的打工 無止境的打工呢 那怎麼辦 然後我自己算一算 我每個月有可能一天只能花100塊 嗯 花100塊然後包含了早餐 中餐跟晚餐 那早餐跟中餐 有時候就睡晚一點起來 就每一刻的時候就吃一餐就好了 對 那晚餐再吃吃好一點 那或是有時候下課就去買 自助餐買兩個菜 然後那個湯弄很多料 所以這把琴有很棒的一個故事 我把它視為我的幸運物 嗯 除了它是我第一把琴外 它也陪過我 度過很多宅男的時光 因為其他時候要花很多個人的時間在談 然後陪著一起睡覺 所以我之後在每個重要的時間點 我都會帶著它一起 它的這個情景是鳥眼蜂墓 喔也是鳥眼蜂墓 對我有聽那個漢詩說 那個鳥眼蜂墓會很香喔 我想說奇怪我這個鳥眼蜂墓 我怎麼從來沒有覺得很香 琴森的是虎蜂墓 對 然後都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多年都很漂亮 然後它的配件都是金配件 那它也是大搖 喔這也是大搖 這也是大搖 但是所有東西都原裝 只有那個大搖感不見了 所以我有去配過別的都是都比較高 怎麼都不太順手的話就沒有弄 接下來這把 這把 Jackson 這把厲害了 這把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我剛剛講我都聽比較重一點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琴頭 我超愛的 就是80年代的這種比較斜啊 像刀子的琴頭 對 超愛的 所以我看力Q那一集我就很爽 然後都是這一類的 全部是這一類的 我上次碰到他我有跟他說話 超愛 那我就真的想買一把Jackson 就以前那種Jackson的 我就去找 突然發覺哇靠 因為Jackson有一段時間 他是用一個女生做一個廣告的indorse 就是一個女生然後他就拿著他的琴就擺 我想這個女生也蠻美的啊 但我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我就去找 那個女生他在介紹Jackson琴的時候 他自己不在琴上面 他都在旁邊拿著背著這樣 就我看到他竟然有一款是有他自己在上面 就是這個女生 他整個臉在上面 對那我就去查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叫 Jana Jameson 他原來是一個A片脫星之王 什麼是最紅的AV女優 美國最紅的V女優 我說哇這完美 然後看他的圖案是什麼 都刺青的圖案 完美 超帥 但是台灣沒有賣 糟糕 然後可是好便宜啊 好像150還是200美金 哇這這麼便宜 那我想說真的還假的 是真正的Jackson嗎 然後我想說是耶 還是日常出的 然後他只能在美國買 所以我那時候做了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 因為我一個同事是一個女生 在美國讀書 她快畢業了 她要回來 她是先工作後再出去讀碩士 那她回來呢我就說 欸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郵寄一個東西到你家 我說你回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幫我背回來 她說喔好 那我看看是什麼東西重不重這樣 後來我就寄去她家 她肯定一定有打開 因為她要量重量啊 然後她要幹 然後她想啊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她一個女生 然後千里喬喬從美國幫我背回來 然後我去機場接機 沒有接琴 接琴 她把她倒琴就要跟她擺一擺 她幫我背了一把很重金屬的Jackson跟裸女回來 所以這把就是我在表演的時候 應該是一定不會用 現在都完全沒有用過 完全沒有背出去過 在家有自爽過 自己這樣子彈 因為這把本來就是觀賞用 所以我這個外型還是要注重一下 對所以這把Jackson是我很特別收藏 連我的團員們都還沒有看過 一緣例外 如果你要借的話可以借你 你說表演的時候嗎 對啊或是配合你的裝扮 你覺得這個蠻合適的話 好沒問題 張哥你彈吉他多久 我彈吉他可能超過20 欸沒有欸我中間斷了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這中間你都沒有彈琴嗎 有一段時間真的是有放棄音樂 我們樂團大概中心思想是這個 你曾經放棄過但是對音樂的夢想 或是你的熱愛還在心中一直燃燒著 只是好像因為現實的關係 你必須放棄 但如果那個火沒熄滅的話 它終究有機會 你是還把它燃燒起來的 對所以我中間因為沒有音樂的機會 然後因為工作了 然後有利於工作 所以就把這些吉他都變成 就是在那個場部中一段時間 可是那譬如說像你覺得 從工作場再回來 就是玩音樂這件事情 你覺得最難的地方會怎樣 最難的地方倒比較沒有 而是多了很多的想法 多了很多的想法 然後也看開了看通的很多的事情 談到為什麼那時候會停止玩音樂 因為假設那時候有很好的機緣 從那個大學畢後 我就團比賽就冠軍啊 或是個人的技巧很厲害 也許我當Session老師啊 我就可以有很多場接不完 那我應該就會走音樂的路 但是後來我自認自己 現實的狀況 就近家心來看 我是很平庸的吉他手 我不是很頂尖的吉他英雄般的吉他手 吉他英雄 對不對 就是像真的吉他英雄 80年代90年代的 這種姚文樂手一樣 我後來想我是代表了 很大部分的學吉他的學生 同學們 就大家都在苦練吉他很喜歡音樂 但是能到頂尖的人其實不多 說真的 這個跟練習跟天賦都有很大的關係 還有機緣 所以我從職場回來之後 我更看輕一點是 只要享受在音樂中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band 而不是一個個人 然後我們又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親朋好友們可以知學 既然他是一個teamwork 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東西 對 你總有辦法用你自己的專長跟能力 然後在這個音樂圈 在這個band裡面找到一個位置 對 所以我覺得從職場回來 再做band 然後可以出專輯 我覺得真的是 讓我們多了很多的豁達 然後也覺得 只要你堅持你熱愛的東西 不管你是技巧很棒 技巧普通 或是你很有idea 或是你沒有idea 然後你總能找到你自己最專長的那一塊 然後你的團員們一定 你就去找可以跟你互補的 那這個團就會很棒 然後就會比較少很激烈的衝突 因為我們在學生組團的就很容易喔 很多的衝突 連聽音樂的路數不同 路線不同都會很容易 對 都會吵好久 非常謝謝昌哥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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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今天介紹了昌哥的幾把收藏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把AV女優的Jackson 雖然跟其他琴比起來聲音不一定是最好的 不過這種跨領域的結合 總是會讓人家為之一亮 有時候跳脫框架的想法 反而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昌哥的這幾把琴裡面你喜歡哪一把呢 或是你對自己有其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記得追蹤跟訂閱DMT Studio的IG跟Youtube頻道 別忘了加入一元借吉他的臉書社團 我們會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 獲得本次由海國樂器所提供的 FENDER無線藍牙耳機 詳細的抽獎辦法 我們都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你們的留言我都會看 也希望這集節目你們會喜歡 我是一元 我們下一次見 掰